6月8日,BitAid Music宣布BTS进入Millbroad的年终,Boxic报告 该报告显示了2021年10月1日,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举办的最高票房巡回演唱会 特别是BTS在年终时,以7548万9240美元,约950亿韩元的精人总收入,位居第四 组合仅通过11场演出,就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现了这一数字 BitAid Music评论道,考虑到前5名中,其他艺人的演出数量,我们可以衡量BTS的实力 在TopTourist名单上,BTS排在Bad Bunny,艾尔顿约翰和Genesis之后 同时,BTS与波多里格艺术家Bad Bunny一起创造历史 2022年标志着两个以非英语表演的表演者,首次进入年终或年终TopTourist排行榜的前5名 此外,防弹少年团被列入今年迄今为止,在美国按纯专辑销量计算的10位最畅销艺人名单 6月10日,他们将写新专辑Proof回归,并将写新曲《Yet to Come》回归打歌舞台 16日,Imaid and Cupdown,17日KBS音乐银行,19日SBS人气歌谣等打歌节目上 都能看到仿旦的精彩表演 爱的韩社,每日解说最新韩语,欢迎订阅和订阅哦